大家好,我是阿天,那這一次聖誕級的兩隻角色,伊達朱里也是這一次故事的主角,然後再來是,哎呀,麒麟王二階堂三香的異裝,都是聖誕造型,那這一個的話呢,是全體攻擊12連擊,哇,那12連擊的話呢,這是冰屬性的,其實我各個屬性的連擊都有,雖然說不是每一隻都12,但是呢,算一下,光的話有月哥,然後火的話可以用可憐,雷的話可以用雪姊,啊,雪姊也是我在爬那個寶玉迷宮後,B上的角色, 暗的話又是雪姊那個什麼狂戰士,那一隻算是比較新出來的角色,所以最後一個冰的多段就是這個二階堂三香了,那他跟這個朱里呢,都有這個冰之波動,這個技能攻擊都會增加這個10%喔,好,那不過呢,這兩隻我覺得沒有影響也沒有大喔,那個雷里印下,雷夏洛特這麼重要,不過呢,這一次呢,有一個還蠻不錯的這個卡池喔,就是說付費,3000一定會出一隻,之前要6600嘛對不對,抽到第四個步驟,這一次3000就有了,然後可以抽兩次, 所以說呢,6000付費時銀呢,就保底兩隻,那這兩隻出現的機率會比較高,至於說其他角色都會出現,包含剛剛提到的雷里印下跟雷夏洛特,只是呢,全部的SS都在裡面喔,那至於說這兩隻新的聖誕造型的話,欸,機率是比其他人多了,欸,70,70倍多,好,那我們就試試看吧,看有沒有機會喔,好,兩次兩次喔,付費時銀喔,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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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開個圖吧, 這個也是十連抽吧,對不對,好,看了應該是齁,只是有一個必出齁 好,沒有變,最後一個了 這是大姐是不是啊,啊,欸,不對喔,這是李莎媽媽喔,抱歉抱歉 這個是,欸,欸,這個我沒有喔,這是李莎媽媽的圓皮是不是啊,不錯不錯,也是開圖了齁,好,但是很可惜喔,好,再來一次 YES,YES,多一個多一個 我聽到歐耶,我就昏倒了,這隻好像塗到山了 哇,現在都用光,現在都用光的東城獅,誰在用這一隻啊 好吧,拜託了 沒有了啦 這一隻信願成真真的是尷尬啊,好吧,這個只是為了突破等級上限 哦,心願成真這一招真的是沒有什麼用耶,全體增加技能攻擊力 哇,對啊齁,頂多他這邊可以開一個小火陣 好,那不過因為抽到他呢,我的東城獅等級上限可以拉到150級了 對,那不然怎麼辦呢 那話是,喔,李莎媽媽的圓皮還不錯耶,欸,全體鬥智兩回合 喔,他的那個藝裝啊,是全體DP全部恢復,然後呢 這邊又有技能可以恢復鬥智,這個不錯耶,他可以帶過來喔 哇,反正圓皮的就不用考慮了齁,直接給他強過去喔 來來來,通用化給他通下去了 喔,只是這個SP也是蠻吃緊的 這個智慧的恩賜,復活全部DP是14SP 然後呢,另外一個是,喔,這是攻擊敵人,然後呢,全體增加鬥智兩回合 來,主線斷章2即將開始,然後呢,這邊有送兩個20抽喔 喔,應該也是全部角色都會有機會吧 好吧,看看有沒有機會出SS喔,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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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空虛喔,20抽就這樣子沒有了 然後這一次不知道朱里的故事大家玩了沒有啊 我剛剛玩完了,也是,恩,蠻感動的 不過這個最後的話,真的是蠻狗血的 但是還是有感動到我 那這個積分的話呢,我剛剛隨便打一個就是91-35阿 那就已經把這個積分挑戰碎片給拿到了 那這一次王打完之後呢,應該如果前面你有打的話 又正好可以湊到10張喔,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10張的話呢,就可以去抽一次 不過呢,這個抽一次呢,呃,這個角色裡面呢 就沒有比較新的角色,我剛剛看一下齁 雷靈一下也沒有,然後夏洛特也沒有 好,沒關係啦齁,反正這個是多的嘛 那我們就來抽一下吧 這個好像只有一個,是不是?沒錯,就有一個齁 有沒有補個洞呢? 啊,圓皮的國劍玉喔 我剛剛有說卡池不是新的,不過這個也太老了吧 這隻角色讓我想到刷手抽喔 好,然後這個意思成Boss是不是難度調低啦 因為這個的話呢,呃,他的第二階段弱點是光跟暗 然後我用那個什麼,就是百合天空啊 欸,疊個兩次無中生有 兩個四妹,然後打大概900多萬就結束了 齁,所以我覺得好像我記得之前雪沒有那麼少吧 好,反正呢,這個感覺上一時成的Boss變弱了 但也有可能是我們等級上限多了10 外加裝備了一整套的那個新的飾品齁 好,我們這邊就過個場後 把這個意思成的獎勵給拿到 等一下再去挑戰積分戰齁 哇,這一次積分戰怎麼這麼簡單啊 我是射難度11635 哇,破壞率都還沒跌耶 這樣子有60萬嗎? 欸,這樣子也有60萬喔 喔,這Boss真的是蠻簡單的耶 我就,呃,怎麼講呢 就是隨便打一下 然後兩個無中生有 我才疊一次新眼耶 我本想說新眼另外一次的話呢 流到破防之後再疊 因為這次Healer只能夠用兩次技能嘛 所以我想說一次新眼用來破盾 然後一次用來打傷害 欸,結果竟然就過了喔 完了完了完了,費力卻滿了 我要去爬那個 我要去爬那個保育迷宮了 我現在保育迷宮我都是爬46到50 另外這邊可以換到瑞爾蘭納S的 這個S不錯喔 除了可以打全體敵人之外呢 欸,他站在前衛的話 冰屬性爆傷可以增加10%耶 那不錯耶 因為我有SS的這個瑞爾蘭納 然後呢,在冰隊的話呢 他用來就是 他用來加OD啊 然後上脆弱啊 有的沒有的 然後再輸出的時候呢 他又站在前排的話 欸,又可以再增加一點傷害耶 好啦,那這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